黑人今天爆发性骚扰遗孕 在网上引起不少批评 连带他个人生活都被起底 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 黑人没有红得很厉害过 到底哪来这么多钱 可以拥有一万身家 今天资深媒体人 就在节目上透露 黑人能有现在的地位 是靠黄金人脉 认为黑人这些年来 都是靠天王好朋友们捞金 媒体人就举例在15年前 黑人本来有主持一个节目 结果第一集就请辞 因为当时节目就找人 来爆料周杰伦 最后闹得沸沸扬扬 她也为了挺好兄弟 直接交出主持棒 不过也因为如此 和周杰伦成为好妈季 同时黑人也是王力宏的好朋友 结婚时也是对方的伴郎 让媒体人忍不住赞叹 能够收拢这些天王 黑人也真的是很厉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